真想现在一抛尿给你吃醒 但是我不能吃 因为我糖尿病 我不想让你尝到一点甜头 糖尿病晚期 到底在我还没声 我去你家大门 这也没事 把这也给他掐了 我糖尿病晚期 点谁呢 点我师父 听象声 果然还得去现场 要不然就张和伦这大型连续生病高 怎么会在观众的嘴里 一场一场的传下来呢 只是台下搭茶的观众都没想到 明明是调侃张和伦的包袱 能是让台上的轮科 把自家师父扯进来 不过说起等于社觉们血糖膏这件事了 那怎么能少了郭老师 在自家宠徒余音棚面前 大胆开卖的经典场面呢 大姐你至于这么笑吗你 这都是我花钱雇来的 这是女余的妈化的妆 你看她笑的多甜呢 因为我有糖尿病 上一秒还一脸坑热闹 下一秒就被自家师父的包袱 尺度惊掉下巴 云棚算是领教了师父的厉害 明明从郭老师嘴里 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没问题 但连在一起 就是忍不住让人多想 台下观众也是真的了解郭老师 要不然这笑声 也不会这么的及时 台上台下欢乐一片 这就是去现场听象声的魅力吧 不仅能身临其境的感受传统文化 还能和台上的爵门搭话茶 这体验敢拉满的演出 是我们不爱看吗 那明明是抢不到票 希望今年郭老师能带着徒弟们 多多演出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去现场支持绝门 高峰高老板怕是都没想到吧 自己明明没有上台 可依旧逃不掉被老两口占便宜的命运 哪怕是自家三宜也被郭老师搬上舞台 可您还别说 正是老两口在台上的胡说八道 反倒是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欢乐 毕竟被郭老师输出圈的恩喜马 也是没少给我们扩充知识面 我不知道有一个外国名歌你们熟悉不熟悉 什么呀 就是恩喜马之歌 今天咱们玉米大丰收 对 咱们祭点玉米神 欢迎到丹比亚来 以前只觉得恩喜马地打工好玩 没想到这每一个词背后都有解释 怪不得郭老师总说 一人拼到最后拼的是文化 所以听郭老师和千儿拉叶的相声 不仅能被老两口的默契和好玩所吸引 还会被他俩的文化涵养所征服 有这样的师父做榜样 即便是徒弟们的学历并不高 但德运受到各位爵门 却从未停止过学习 也正是爵门的努力 才要如今传统相声的盛世 可他们也从未忘记来世的路 只是作为德运一个队约 在台上回忆往昔的时候 多少是有点搞笑的成文在 我师娘说 哎 姚悦 发现了吗 你胖的真不错 我说师娘哪个胖的呀 就刚才给你台上搭档那个 真不错 捧根真好 我说师娘这样 让他给我师父捧根 我要于老师行不行 人情世故咱不太懂 说实话 我师娘脾气又好 抽了我大概17个嘴巴 那是因为你师娘累了 孙悦不愧是千儿拉叶的师弟 无论是捧根风格还是节奏 都能无比准确地戳在观众的笑点上 当然了 月月在台上大胆不止这一次 早就和孙悦一起演出的时候 月月是没少拿孙悦的身材杂瓜 哎 孙老师 这个口这么寄你记得着吗 哎 你这智商是有问题 怎么了 你这么寄啊 也行 也行 脑子是不好啊 月月杂瓜确实好玩 只是这智商多少是有点跟不上摊 要不然一旁的孙悦也不会三言两语的 就把月音鹏怼到没话说 只是月月永远都不长记性 孙悦怼得越狠 月月在台上就越爱招惹孙悦 要不说天赋很重要呢 明明是再简单不过的心梗 愣是被月说出不一样的感觉来 有这样的喜剧天赋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月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婚乐 您觉得等于说绝门的实力怎么样呢 评论区里也告诉我吧 今天又是期待久良来看我视频的一天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